高鐵延伸屏東已經有列入前瞻計畫的預算 現在也從可行性研究通過之後再進行綜合規劃 所以是政策上已經決定 另外高鐵延伸宜蘭先前是併北紙鐵的替代方案 所以綜合規劃已經完成 現在就是在做環評 另外就是在宜蘭端的車站的選址 目前有四個地點 我們也是以開放的態度來聽取各界的意見 也希望大家能夠就宜蘭長期的發展 選擇到最有利於未來北宜高鐵在宜蘭端的場站 部長那個選址的部分地方這邊是說要在縣增中心 那這個部分我們交通部怎麼看 縣增中心是一個選項 那因為這個我們現在在進行環評的過程裡面 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有指示鐵道局 還是要加強跟各界的溝通 從專業的意見之外 其實民意也是非常重要 畢竟這麼大的一個建設 選到的一個地方 除了交通的考量之外 對於宜蘭的長期發展 那必須要是最有利 那這個也涉及到土地取得 跟它的整個交通路網 是最能夠串聯 那各個方面都有它的利益 那這會做好評估 那絕對是以這個公開透明的方式 來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做出決策 好 宜蘭開工第一天 就來看這個新城橋心情怎麼樣 心情很好 這個我其實過年前就想來 因為當時為了希望說 我們台七丁的這個路線 在新城橋能夠過年前就通車來啟用 我們的同仁非常的辛苦 在去年特別是下雨天很多 那這個工程能夠趕在過年前把它通車 這就是考量到人民的需求 那其他的這些相關的周邊工程 也一定把它做好收尾 所以新年新氣象很高興就來到新城 也是代表我們宜蘭未來的發展 是一個新的這個城市一樣 充滿希望 整個在交通路網跟觀光的發展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宜蘭是未來所有往返東西部必經之地 那我們也是站在國土規劃的角度 把宜蘭的這個軌道跟公路網 還有觀光旅遊能夠把它做到 就是真的成為我們這個台灣 連結東西的一個樞紐 好 縣長要不要講一下 好 謝謝部長 首先過年今天剛剛開工 我們就感受到了部長的誠意 第一天就來到了我們的宜蘭縣 宜蘭縣的交通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拼經濟 所以我們希望交通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我們對於部長 在今天來看我們的這個新城橋 真的能夠讓我們的這些宜蘭人 感到非常高興 交通的順暢 而且我們也現在 既然新城橋建置完成以後 我們希望繼續關心我們宜蘭的鐵路高架 高鐵的延伸 東部的派鐵 三鐵的共戰 而且我們都希望宜蘭縣能夠 在我們的部長的大力支持之下 讓我們的交通能夠順暢 交通能夠方便 經濟才能夠發展 非常非常的感謝部長 宜蘭縣對我們部長的訓練 讓我們去年的年底 兩位來宜蘭來差不多十幾次 這都港車的地方 來給我們關心 那我們宜蘭呢 對於未來 我們很有希望 國中繼續把我們關心 可以把我們這些交通的建設 能夠趕快把我們建置 讓我們宜蘭人對於盼望 希望這都是我們希望 可以來建置完成 非常的感謝 好 政府委員 政府委員 政府委員